大家好,我是刚,今天准备开始种植果树挖坑了,先提前把坑挖好吧 我今年预计要种植100棵拐棗,要挖100个坑,想想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先把坑挖好,挖好了之后失足底肥 然后的话,等拐棗苗来了之后,就把它种下去 今年是2月7号,预计在2月底,3月初之前,把拐棗全部种好 我上次把这个发出来,有的朋友他说这个不是凝植 其实这个是凝植,只是他过了采摘季季了 所以这看起来的话有点不太像 等到明年的时候,他又会从这个枯木桩上面重新长出来 明年就知道了他到底是不是凝植 这是在我的房子下面 很多粉丝朋友说我这个地有点陡了,确实有点陡 到时候流水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水给这冲刷下来 因为到这上面你看,这上面的话就是一块岩壁了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雨水 这下面这块地差不多有两三分地 自己种蔬菜肯定是吃不完了 这下面都是乱石块,所以不好挖 很多乱石块,还有很多大的树根 稍微挖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OK了 就这样种下去 然后到时候蝙蝠分一遍,就周围给它多撒一点做肥料 让它往下面扎,往旁边跑根 这里,那里,那里,那里,反正隔个五六米吧 就挖一个坑 很多那些树根,不好挖 要用那种煎厨土,这种厨土不行 这种厨土是除草的 这怎么会有只猫 哇,这死了一只猫 这荒山爷女的怎么会有猫呢 怎么死的了你的,荒山爷女的死了一只猫,死在这里 刚才用石头扔了一下,它没动静 它就死在这里了 看一下臭不臭 是一只花猫 哇,都死很久了,都硬了,很硬了 把它没了吧 就挖这个坑,把它没了吧 这个很不好挖 全部是这些树根 刚才我仔细看了,不是家猫,是野猫 那我就不把它当做肥料了 这个就做它的目的吧 以示对它的尊重 我以为是家猫 又没有伤 一点伤都没有 都硬了,应该死了 这身上的话都是 没有任何咬过,搏斗过的痕迹 那这个应该是自然死亡的 或者说得什么病呢 那就把它埋了吧 其实我在寻山的过程中 不是第一次看到野生动物这样自然死亡了 发现过很多次了 发现的最多的就是果子泥 另外的话还有几只 幼欢,猪欢这些东西 果子泥的话 在夏季的时候发现它自然死亡的现象很少 往往是在这个季节它进入半冬棉状态下 它自然死亡 半冬棉状态下天气好 它还会出来喝水 可能是它进入半冬棉了之后 可能它的行动不是特别的敏捷 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的话死到路上了 一般来说我发现那些野生动物自然死亡了之后 我从来没有拿回家吃 我都是就地把它埋了 我们这边农村有就俗语 就是说出门之后 看到野生动物自然死亡的你面前 或者你路边发现有这样死亡的野生动物 那就说当天就不适合去做事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幸则有不幸则无 那就宁愿幸则有 今天就不做事了 过几天吧 过几天再来挖坑 过几天我的拐子苗也要到了 好那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个赞 明天见 明天见